华联施工所和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华联分局 25号的下午特别举办了联正宣导的讲座 邀请到了台电华联区营业处正风组的经理李珍宜 透过案例的分析 让与会的同仁了解到法律的规定 避免不慎出法而身陷令无 25号下午华联施工所与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华联分局 联合举办联正宣导讲座 邀请到台电华联区营业处正风组经理李珍宜 到场分享公务员护身锦囊 联正伦理规范及案例 透过实务经验的分析 让与会人员了解最新的法律规定 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讲序 让我们不管是所有的机关的人员 让他们了解 当遇到民众或是厂商要邀约吃饭或是送礼的这个部分 那应该要怎么因应 那其实我们在讲序的部分会讲得非常清楚 那告知我们还是要依法行政 那不必要的一些措施 我们尽量就不必要跟人家参与 那在这边今天也非常感谢 相关的单位一起来办理这样的讲序 那未来也希望说能够多一点这样的讲序 能够让我们的机关的所有的人员都能够了解 那也都知道然后遵守法序 让市民能够安心 李正义表示希望透过课程让工作同仁能够判断 哪些是不该吃的饭 不能收的礼不能去的地方 就是公务员保护自己的第一步 另外公务人员也可能面对民代或选民请托事项的关心 李正义也举出多则新闻事件作为案例 提醒大家面对民代提出的关切 公务同仁应本于执掌的法令做清楚合理的说明 若有可能违反法令的事项 并造成实质上的压力 就建议向阵风机构通报并登陆 记者徐立晴 环临时报导